一提到健康餐 可能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 鸡胸肉 西兰花 加米饭 很难想象 我之前吃的这个将近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尽管这个组合确实营养丰富 而且可以帮助你达到增肌减脂的效果 但是健康餐不一定非得这么单调 还是有很多既营养丰富 口感也不错的做法 所以今天这一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六种不同的健康餐 不仅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你达到增肌减脂的效果 咱们话不多说 3,2,1 Let's go 首先咱们从最方便的开始 鸡蛋菠菜沙拉 大家需要准备六个鸡蛋 一个牛油果 这个是可选的 一杯小西红柿 一杯切碎的洋葱 半杯香菜 和一把菠菜叶 先把鸡蛋煮熟 如果你像我一样特别喜欢吃鸡蛋的话 我强烈推荐大家入手一个蒸蛋器 根据自己的喜好 你可以调整鸡蛋的软硬程度 不管是在宿舍还是在家 使用起来都非常方便哦 煮好以后迅速用凉水冲一下 拨起皮来会更轻松 接下来把西红柿 牛油果切块 香菜和菠菜剁碎 将它们放在一起搅拌均匀 最后再将六个鸡蛋横着切块 放在碗里 放上盐 胡椒和辣酱 就大功告成了 老干妈虽然好吃 但油是真的多 所以我放的是 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 低卡低糖 但是味道还不错的那个色拉茶 这一餐有将近840卡 47克蛋白质 58克脂肪 以及33克碳水 但是当你把牛油果和蛋黄去掉之后 就只有178卡 28克蛋白质 1克脂肪 和14克碳水 是一个非常好的减脂餐 第二个 手撕鸡胸肉沙拉 每个爱健身的人 可能对鸡胸肉的感情都非常复杂 既嫌弃又不得不吃 没关系 今天我告诉大家一种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块鸡胸肉 一根小葱 半杯青椒 半个柠檬 还有半个洋葱 先把鸡胸肉水煮一下 水煮鸡胸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 但是这里我建议 放半个柠檬进去 可以去腥味 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 捞出来放凉 然后将洋葱青椒切成条 小葱切碎 放入碗中 把放凉的鸡胸肉沿着纹路 撕成条 也放在碗里 最后加一点酱油和醋 就完成了 大家可能注意到 这里我用的是低点酱油和果醋 果醋也是减脂器 非常好的一个调料 它不仅没什么卡路里 口感也不错 而且有助消化的作用 可以避免脏气 整个这一餐 有54克蛋白质 3克脂肪 4克碳水 总共才276卡 因为几乎没有碳水 我一般会在晚上当做家餐吃 避免睡前肚子不舒服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低卡零食 蛋白鸡蛋小松饼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该叫什么 咱们需要准备6个鸡蛋 1⁴杯无糖牛奶 6颗小西红柿 1把菠菜 和50克煮熟的鸡胸 先将烤炉预热到175摄氏度 然后在烤盘上薄薄地喷一层油 防止食物粘在上面 将鸡蛋连同牛奶打在碗里 加盐 胡椒 和我最喜欢的蒜粉 一起搅拌均匀 将鸡蛋分别倒入烤盘里 注意这里每个不要放太多 因为它最后会障开 然后将切碎的西红柿 菠菜和鸡胸 撒在上面 放进预热好的烤盘里 摄置25分钟 就完成了 每两个小蛋糕 有23克蛋白 11克脂肪 和1克碳水 总共195卡 我通常会一次性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里 作为早餐和出门携带的小零食 都非常不错哦 接下来是另一种口感不错 而且超简单的鸡胸肉的做法 鸡胸番茄意面 准备一块鸡胸肉 100克意面 无糖意面番茄酱 一半蒜 和一些香菜 首先将意面放在煮沸的水里 煮4分钟左右 这里可以放一点橄榄油 避免粘连 然后捞出放凉 加热炒锅 在上面喷一层油 放入切好的蒜和鸡胸肉块 当正反面都煎到金黄色之后 放入番茄酱 这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控制一下量 但我不建议放太多 避免碳水超标 然后倒入一点点刚才的煮面汤 等番茄酱有一种粘稠感 再加入煮好的意面 最后放盐 胡椒 和香菜末 就完成了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备餐方式 因为不仅准备方便 而且它让我重新爱上吃鸡胸肉 说了那么多关于鸡胸肉的做法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鱼的备餐方式 土豆卤笋烤鱼 大家需要准备一些小土豆 小番茄 一把卤笋 和一磅鱼 看起来比较多 因为咱们这次要准备好几顿的量 首先将土豆对半切开 放在烤盘上 喷一层油 然后放到预热好的烤箱里 烤15分钟 结束之后将烤盘重新端上来 然后再将卤笋 番茄和鱼 放在烤盘里 撒盐 胡椒和蒜粉 再烤20分钟 就OK了 是不是很简单 最后在每个盒子里加半个清凝 在冰箱里一般可以保存三天 我在备赛期的时候 经常用这个方法 一次准备好几天的量 最后 教给大家一个我平时牛排的做法 准备材料 只需要一块牛排 一小块黄油 两片迷迭香 首先 现在牛排的正反面 都撒上盐 黑胡椒 和紫然 将锅加热 在表面上抹一点点黄油 防止粘锅 注意这里一定不要放太多油 避免浓烟 小心招来火警哦 然后将牛排放进锅里 正反面各煎两分钟 当表面都煎熟了之后 把火调小 放入黄油和迷迭香 当黄油慢慢融化的时候 你可以用勺子 不断往牛排的表面上浇 我比较喜欢吃三分熟的牛排 所以煎两到三分钟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欢七分熟或者全熟 也可以在烤箱里 加热五分钟 最后放在盘子里 并把剩下的黄油浇在上面 搭配芦笋和土豆 就完成了 别看这个简单 按照这个方法做的话 会有近似于高档餐厅的口感哦 以上就是我平时一些健康餐的做法 如果觉得大家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如果大家有哪些不错的健康餐的点子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让我也学习一下 其实无论是增肌还是减脂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平时咱们对自己吃的东西有一个意识 什么东西是有营养的 每天吃了什么 吃了多少 咱们不一定每次都得精确计算到课 只要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并长期坚持 就会让咱们在潜意识里 自发的进行控制 让你离好身材更进一步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这么多吧